我覺得 叫Key的時候好不自在 我就穿別人的衣服的感覺 我還是去調一個原Key,破音就破音了 破音沒什麼好怕 然後 今天有什麼好怕 表演就這樣,在舞台上 沒有什麼比放不開還更恐怖的 破音被錄下來,還被重播 然後上新聞,這應該會比放不開還恐怖一點 可是如果放不開本身就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我必須跟大家講 今天來到中英大學校門口的時候 我看到那個 校門口就有那個 一個海報嘛 大海報,就寫到今天圖判因為 結 記 故怕 七年幾次的童年 然後我今天就看到 八年幾次的童年想說去死啊 八年幾次就在想童年了 去死 我就很憤怒的上傳那個 那個海報 然後上傳到我自己的個人頁 然後 就是一片嘩然 大家就想說 怎麼會這樣 八年幾次覺得自己老了嗎 他們開始在懷念童年了吧 去死 然後所以 因為我就覺得說 就實在太荒唐了 就是 所以找我來表演 找李友廷來表演 找黃教委來表演 是因為我們是你們的童年的一部分嗎 哈囉 所以OK 我們已經是過去是嗎 哈囉 我就覺得說 OK 謝謝重點大學 所以 就是覺得有一點無奈 然後 就也沒有辦法 但是 就跟 調音怎麼調不成一樣 就也沒有辦法 好 然後 不會吧 奇怪 自備這首歌 2014年發達 14年在幹嘛 國中嗎 不是吧 高中吧 不算童年吧 青少年了吧 想騙我 最討厭這種不成實的孩子 然後 對啊 那 反正今天來 對就是 就是 我跟你講 這個八年幾次認童年 這個slogan 還會得罪很多人 接下來還有好幾天喔 哈哈 我要提醒他們 到時候每個人來都要講一遍 還有誰 黃介瑋嗎 還有誰 我看到一個團 明天的 是明天嗎 明天是連續幾天都有 對不對 對 明天有一個團 團名超酷的 就在我真的十萬的下一個時段 對對對 我叫吳淑貞站起來 我覺得 就是超酷的 我覺得 有一點點小小不禮貌啦 但是喔 就是 就是 對 但是本身覺得有點 太感了 年輕人真的 好 像 唉 我跟你講今天影片盡量不要上傳了 就是 很久沒有病這麼重 對 心理狀態也有一點有點病 然後 這首歌是一個很久沒有傳 也許是你們童年一部分的一首歌吧 那這首歌叫做 太會愛你了 然後是 所以在 有演出過的歌 希望你們喜歡 那一首歌 是